多发腔细性脑梗塞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 韩祖成 陕西省中医院脑病科 主任医师 多发腔细性脑梗塞 这个是很多患者 就会问这个问题 多发嘛 那就证明它不是一个 至少两个三个 我们叫多发 腔细性 什么是腔细性呢 我们把这个小的这个灶呢 就是梗塞灶 我们叫做缺血灶呢 叫做腔细性的 它就像一个小腔细一样 然后我们一般规定 1.5厘米以下呢 我们把它就规定为 CT上检查是会 1.5厘米以下的 我们把它腔细性脑梗塞 多发性 就是多 腔细性就是比较小的一些脑梗塞 它和脑梗塞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影响的面积比较小 我们把它叫腔细性的 它这个可能和脑梗塞的差别呢 从病理基础上 可能差别不是很大 都是血管这个缺血啊 堵塞啊 这个造成了这个脑组织的缺血缺氧 当然因为影响面积的大小不同呢 它可能产生症状不一样 但出现腔细性脑梗塞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追查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 引起来的腔梗 针对这个腔梗引起的原因呢 我们要积极做好预防 有一次腔梗就会有二次 二次三次 越腔梗的越多呢 对脑功能的影响越大 可能会出现一些认知方面的问题 出现一些 这个可能麻烟木牙功能方面的一些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